嗨 嗨 嗨 最近皮膚好像不太好 這邊長了一個痘痘 好大顆喔 而且還好紅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艾文 換來說我這個頻道好像有一段時間沒有開箱潮鞋了 那今天就是要開下一雙我覺得算潮鞋啦 其實在上一部影片就有小小的展露一下它的鞋盒了 那也有眼睛的觀眾跟我講說 欸 這個鞋子是下一部影片嗎 算是一個小彩蛋吧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先讓你們看一下鞋盒長什麼樣子吧 就是這雙 嘿 協著Crux 跟萨莉和Benbury 的字樣 所以呢 這雙就是一雙聯名鞋款啦 那其實提到Crux這個品牌 我相信有人知道也有人不知道 那如果不知道的話 這邊有稍微簡單的講解介紹一下Crux這個品牌 Crux品牌誕生於1825年 是英國非常具歷史代表性的字鞋品牌 Crux Original 就是以經典造就時尚 又不斷地以時尚全新的演繹經典的設計 190年推出品牌的第一雙鞋款 Dest Boot 沙漠鞋 可以說到至今是非常經典的休閒鞋款之一 這個鞋款也是參考來自二次世界大戰 在埃及開羅建造的一款 簡單而舒適的髮毛皮行軍休閒靴 進行改良設計 再來就是誕生在60年代的Wallabi代鼠鞋 這個鞋款的靈感就是來自於 印第安的軟皮便鞋 經典的深膠底還有摩卡生的製鞋工藝 加上既休閒又時尚獨特的外型 可以說是紅遍全球 應該也可以說是Crux這個品牌的代名詞了吧 另外經典的鞋款還有70年代的沙漠型的Dest Check 和80年代的Ruger 其實說這麼多我相信你們應該都看過 Wallabi代鼠鞋這個鞋款吧 這個鞋就是來自Crux這個品牌的 至今這個鞋款還是非常非常的禍轟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鞋盒 這個鞋盒就是非常簡單的素面紙鞋盒 那在前方就印著Crux Orangino 跟Salea Bamberi的字樣 然後側面這邊也有一個Crux Orangino的字樣 大致上鞋盒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比較走一個簡約風格 鞋標的話就是這個樣子 寫著Ruger Capsule 尺寸的話就是US8我的尺碼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鞋款 打開 就是這個鞋款 我先拿出來 好就是這雙鞋款啦 那如果眼尖的觀眾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這雙鞋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 Crux其中的一雙經典鞋款 Ruger去改良設計的 Ruger的鞋款是誕生在80年代 其實仔細看Ruger身上是帶有 袋鼠鞋Vallabi的音質 因為這雙鞋就是由Vallabi延伸出來 更紳士更正式的一個外型 其實兩雙鞋款看下來啊 如果說Vallabi它是帶有正式休閒的風格 那Ruger的話 我覺得它是更有紳士成熟的外型 雖然Ruger這個鞋款在討論度 或是活的程度上 沒有比Vallabi這個鞋款來得這麼好 但其實Ruger這個鞋款在韓國 它也算是一個時尚的指標鞋款 據說Ruger這個鞋款在韓國的銷量 就佔據了整個Crux Original 80%的生意 這個是相當恐怖的喔 所以也造就Ruger這個鞋款 到至今也還是一雙超流不敗的鞋款 那這次聯名的系列是叫做Modermose 一共推出了三個配色 其中一雙就是我這雙比較偏大地色系的顏色 那另外兩雙就是橘色還有淺綠色的顏色 其實我覺得這次聯名的三個配色 我覺得都蠻好看的啦 那這次聯名Sally & Benberry 它其實是有把這個鞋款做改良 稍微做一下調整這樣 最明顯的就是這個厚實 非常厚實的中底 原本Ruger的鞋款 它的中底就是跟Vallabi的鞋款一樣 就是比較薄一點的 那這次Sally & Benberry就是把這雙鞋改得非常厚實啦 也是因為這樣的改良 所以讓這雙鞋真的看起來是非常的有分量感 然後再來就是腳踝處這邊 以往Ruger的鞋款 它都是採用單一的材質去包整個腳踝 那這次聯名是採用橘皮去混這種棉質的布料 所以也泡開以往比較正式成熟的味道 剩下就是保有Ruger原油的設計 就是鞋側這個鞋帶 還有鞋面這個縫線是縫到這邊而已 那主張鞋的設計就是使用大量的脊皮 那在這邊它是採用比較長一點的絨毛材質 然後到鞋側這邊就是使用一般比較短毛的脊皮 還有鞋後跟這邊 之前這邊就有一個圖像設計 這個圖像設計是叫做Splash 就是有那種水飛溅上來噴溅上來的感覺 因為Sally & Benberry 他其實也是一個很愛戶外運動的人 如果有在關注他的IG 可以看到他很常在po一些爬山啊 或者是去做一些戶外運動的影片 所以這個圖像也是經由Sally & Benberry 他自己的一個親身經歷吧 當你在從事戶外握動 然後經過水的時候 踩下去 你們應該也有感覺啊 水會這樣噴上來 所以這個圖像就是來自這樣子的意義 那圖像其實有延伸到腳踝這個棉質的布料 不過我覺得腳踝這邊的圖像 我覺得它不像是那種水噴溅上來的感覺 我反正覺得它比較像是虎紋的感覺 然後鞋舌的部分就是使用真皮的皮革材質 鞋墊就是採用軟木塞然後印有 Crux Orangino跟Sally & Benberry的字樣 還有這支鞋帶它是帶有那種油辣的感覺 就是表面它是有點油光感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雙鞋 Crux非常經典 每雙鞋都擁有的這個小標 那就是採用擠片材質 那上面就是有Crux跟Sally & Benberry的字樣 最後就是這個非常誇張厚實的棕底 這個棕底真的很厚喔 我拿尺來量一下 這個棕底它有4.2公分的厚度 所以你穿這雙鞋立馬增高4.2公分 整體的鞋子設計就是這樣子 蠻簡單的一個設計 那這個鞋款我覺得它也有一個優點 也有一個缺點 我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先來講優點好了 優點就是因為這雙鞋 它是使用Luger的鞋型去做改良的 你們看照片的話就像我剛剛講的 Luger這個鞋款它就是偏成熟正式的感覺 那這次Sally & Benberry它把原本比較薄的中底 改成這樣子這麼厚實的鞋款 再加沙腳踝處這邊改用棉質的布料去呈現 所以變成這雙鞋它就沒有這麼的正式那麼的成熟 我覺得反而是這雙鞋更有休閒的味道 應該可以這麼說這雙鞋你要搭休閒搭正式都很適合 那再來缺點的話就是剛剛有提到 這次把中底改成這麼厚實的設計 而且如果你從正面看的話 它其實過去Luger的鞋款 它中底這邊是沒有凸出來的 那這次聯名改良之後它是有凸出來的 就是變得比較厚實然後方正 所以這雙鞋在視覺感的時候它會比較大 可是你們這樣只是看不出來啦 我拿一雙一樣來自Sally & Benberry 聯名的這雙200而來做一下對比 兩雙鞋這樣放平之後 他們的長度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因為這雙它的鞋型是比較偏方 然後又比較厚實的 在視覺感看上去這雙是比較大的 所以這雙鞋在穿搭上 我覺得就會比較有所局限 我覺得它搭寬鞋會比較適合 因為你寬配寬看起來就會比較和諧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搭比較合身一點的褲子 整體的鞋子就真的會看起來很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這雙鞋的一個缺點 但是你要說它缺點嘛也不算是吧 好那最後就來講一下這雙鞋的腳感喔 Krax的鞋子腳感就是硬 這雙也不外乎也是很硬 我覺得這個應該算是Krax的通病吧 對就是沒什麼好講的 那版型的話這雙鞋我自己是帶原池嘛 US8 那網路上其實有說Krax的鞋管好像都是小半號買 那我自己就是原池錯 不過回到剛剛我說這雙鞋因為這樣子的設計 所以讓這雙鞋變得比較大比較厚 所以如果你是帶小半號的話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所改善 但我自己是覺得如果你是小半號拿 可能可以改善鞋子看起來比較大 但相對的可能就要犧牲一點它的舒適性 那這雙鞋的型號給你們 這雙鞋的型號是2617 那就來分享兩套穿搭讓你們看一下吧 好啦那看完實穿分享之後 我來簡單的總結一下這雙鞋款 我覺得這雙鞋款其實我自己還蠻喜歡的啦 因為它跳脫的原本入個非常成熟正式的風格 這雙鞋款改用厚實的中底再加上不同材質的拼接 所以我覺得更可以融入在日常的穿搭當中 所以這雙鞋雖然它看起來真的比較大 但是我也願意為了它而穿倉庫 如果你近期有在觀望Clux這個品牌 那也想入手Clux的鞋款 但是又不想要像袋鼠鞋那樣子的 比較大眾的外型吧 那這雙我就蠻推薦你們的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也別忘記按下訂閱鍵 那也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艾文 我們下部影片見吧 掰掰